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才一起住了没几天 竟然开始培养出默契了 看着认真开车的陆毅 惊吓有些想要跟他说话的冲动 可是他又不知道该跟他说些什么 那个 那个 有什么话 你直接说就可以了 不用支支吾吾 陆毅对于惊吓的支支吾吾 多少有些不耐烦的 就这样被点名了 惊吓努力想要找个话题 嗯 就是我想说 你可以不用把我送到门口 我怕耽误你的时间 他憋了半天 说了这个事情 没关系 也就是一脚油门的事情 你好好给我做早饭就行 陆毅直接把天给聊死了 惊吓不知道回答什么了 莫名的尴尬 再次出现了 他现在只盼望着快点到自己的单位 他不想跟陆毅说话了 大概是上天都听到了惊吓的内心呼唤了 一路都是绿灯 所以到达惊吓单位的速度很快 惊吓也不想跟陆毅说什么了 跟他说了一句再见之后 从车上跑了下来 他呼吱呼吱地跑到了自己的位置上 很多同事都已经到了 严惊吓 你跑啥呀 打卡截止时间还没到呢 同事看惊吓的样子 忍不住和他开起玩笑来 惊吓也不生气 笑眯眯地跟同事说 这不是想要快点见到你吗 同事抖了抖自己的身体 一脸嫌弃地看着惊吓 办公室里的其他同事 看到这一幕都哈哈大笑起来 惊吓也跟着笑了起来 一个非常不和谐的声音出现了 哎呀 袁惊吓 我刚才可是看到你从一个男人的车上下来了 惊吓听到了他最讨厌的声音 心中非常不满意 是的呢 所以我才跑这么快呢 惊吓故意顺着某人的话往下说 淳于敏这个女人平日里 处处跟自己作对就算了 今天路易送自己上班还被他看见 惊吓也不是什么软柿子 任人捏来捏去 平日里他不愿意跟他计较罢了 但是这个女人就是太讨厌了 你们没看到那辆车吧 一看就是有钱人开的 严惊吓你是傍上了有钱人吧 淳于敏故意在惊吓的身边说着 淳于敏的话让惊吓觉得非常不舒服 自己虽然拥有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婚姻 但是自己法律关系上的老公 来送自己上班没什么问题吧 怎么还成了傍大款了呢 虽然自己的老公是个有钱人 可是自己跟他也是平等的关系 怎么让人说成了这个样子呢 惊吓突然不想跟淳于敏计较了 自己结婚这件事本来就没有在单位公开 而且陆一的身份也不允许他有太高调的行为 自己和陆一的关系刚刚处于一个平稳的状态 他可不想因为这件事情打破平衡 随你怎么说吧 惊吓不理会淳于敏 转身坐在自己的位置 打算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 淳于敏自讨没去 转身离开了 第二十集 言金夏 今天我接你下班 一起回家 陆一开着车到了单位 陈福已经在办公室 等着跟他汇报工作了 今天尽量让我正常下班 陆一在陈福开始之前 直接说出了这样的话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 却让陈福很是惊奇 一向是工作狂的陆一 竟然要求正常下班 陈福开始怀疑今天的陆一 是不是脑子被外星人贴了一下 他的内心已经波涛汹涌了 在面上仍然是没有什么波澜 最近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不然陆一怎么会那么不正常 他跟着陆一那么久了 他可是从来没有提过这种要求 陆一见陈福那么久不回答 反问道 是有什么问题吗 陈福连忙答道 没有 就是需要稍微给您调整一下 陆一点了点头 示意陈福开始汇报 陈福清了清嗓子 开始了他的汇报 听完陈福的汇报之后 陆一知道了 自己今天工作的大体安排 就按你这个进行安排吧 有问题 我再跟你说 陈福健壮离开了陆一的办公室 陆一看了一下堆在桌子上的文件 第一次有了一种想要快点下班的感觉 这种感觉很奇特 他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 是那种好想要早点回到家的感觉 他自己也说不清楚 为什么想要早点回到家 他在心底反问自己 家里一切都没变 只不过是多了一个叫袁金夏的女人 那自己这样 是不是因为那个叫袁金夏的女人 陆一自己也是想不明白的 他能感觉出来 袁金夏这个女人 多少对自己有些避之不及 但是涉及到他自己的利益时 又是一脸谄媚 想到这里 陆一忍不住吃笑了一声 这个人还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了一些 金夏在努力完成今天的工作任务 只是突然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金夏后知后觉的猜测 可能是有人骂自己了 擦了擦鼻涕继续工作 不知道过了多久 金夏终于伸了个懒腰 这个文件终于处理得差不多了 金夏看了看电脑右下角的时间 竟然到了饭点 他呼唤起了自己的小伙伴 打算一起去吃个午饭 吃着午饭 小伙伴小雪还跟金夏探讨着今天早上淳于敏的事情 小雪当时还没单位 对于自己错过了一场好戏 表示愤愤不平 那个女人本来想要欺负金夏 还是金夏大气直接给怼回去了 当时的金夏一定是帅气万分 金夏对于今天早上的事情 并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本来陆毅就是送自己上班而已 虽然自己已婚的身份还没有公开 但是必要时刻 他是不介意和陆毅协商一下 拉着他来单位溜一溜 好了好了 你也别那么惋惜了 金夏安抚着小雪 知道你想开热闹 但是小心火往你身上去 金夏和小雪是在学校里的时候就认识了 但是那个时候交集并不多 工作之后 养人相遇 发现这就是缘分 养人迅速成为好朋友 小雪嘴上虽然说着想看热闹 但是金夏知道 他是怕自己在淳于敏那里吃亏 金夏和小雪吃着他们最爱的猪排饭 金夏的手机突然响了一下 他解锁一看 是路易的消息 上面只有简简单单的几个字道 今天我去接你下班 一起回家 看到这个消息 金夏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嘴巴里的饭喷了出来 大家下班 这次请 equally 感谢观看